大家好 欢迎大家观看美国Dance留学频道 我们今天走进了一个美国印第安人部落的小镇 因为我对这个印第安人的过去的历史啊 一直非常感兴趣 非常想进他们那种原始的那种生活的小镇去了解 但是美东这边呢 因为它就是比较发展的比较快啊 这个印第安人的这种 这叫他们的自治区啊 美国政府给了他们相当的自治权利 这里是可以免税的 如果你在这里加油 像那边那个加油站就是很便宜 没有税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是他的这个叫他们这个县政府啊 这个民族呢 这个民族的名字呢 叫这个ONIDA ONIDA INDIAN NATION 这个意思呢 就是我们如果了解过印第安人的 他那个民族结构的话 他大概有 好像有三四十个民族 三四十个民族吧 什么Creek 这个这是呢 ONIDA这个就是他一个其中的一个民族 这个地方这个小镇上住的都是这个 印第安人这个分支吧 他叫印第安人的一个分支 他们住在这里 但是呢 我进来吧 我也已经感觉不到 他有什么印第安人的那种原始风格了 因为都已经 就是都已经非常美国化了 这是他们的旗子 这是他们的 这是他们的 这是他们的叫什么 他不叫国家吧 叫他们 叫一个自治政府啊 但他们有相当的自治权利 他们是 这是美国印第安人的 这是他们的 这是他们的医院 这是他们的医院 县里的医院 那边还有一个什么school 他们的这个学校 就这个地方 这个是他们教 教他们如何在那个赌场里服务的 因为这个印第安人呢 他们在这个 就这个县里边呢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赌场 是他的经济支柱 很多美国人呢 现在也都过来 到他这来消费 旅游消费啊 这个赌场还是挺有名的 所以他们这个县里的很多人 都要经过培训之后 在这个赌场去工作 这是他们的 相当于这个县医院啊 他的医院不是说 整个县都在这来看病 还是这个县里边的这么一个区 真的我当时来的时候 很想看到他那种原始部落的情况 说现在在美东地区 你是找不到的 虽然每个州呢 都有他的这么一个自然保护区 也就是他叫一个 自治区啊 自治区 这块土地都属于印第安人的 当年就是他们跟 美国人之间 不是有了矛盾吗 一开始是为了土地有一些矛盾 会局部的打仗 在后来美国独立战争的时候呢 他又帮着英国人来镇压美国人 所以后来美国独立战争胜利之后 就开始清算和报复他们 但是并没有像希特勒 像那个法西斯式的把他们斩进杀绝 而是把他们就给了他们一块地方 就把他们都赶到这个来说你可以在你这个自治区里生活 这个地方也都相当大 每个州几乎都有一两块这种印第安人的自治区 他们生活在这里当时是不允许他们离开的 但现在呢经过这么多年之后他们的关系缓和了 很友好了可以说是 基本上我看跟美国其他的区没有什么区别了 我看刚才过的地方还有卖什么福特尔汽车的商店 还有什么麦当劳肯德基这些 已经被美国化了 他们倒比我们我觉得还享有 不用纳税 他们享有相当的不仅仅是自治权 还有经济上的一些优惠的权利 如果呢 刚才我问了一下 如果说我们想去体会他那种非常原始的印第安人的生活 什么那样的房屋啊 那种生活习惯呀 那个的还要到西部 西部在Arizona那边 说有很大很大的印第安人的自治区 比这边要大得多 主要的印第安人还是被当年被 就是遣送吧 遣送到那个地方去生活去了 因为东部是白人寄居的地方嘛 就纽约州这边都是英国人什么的比较多 他们还是害怕聚集在一起 容易再产生矛盾和局部的战争 所以说 我就想 将来去西部旅游的时候 能够进入他们那种原始生活的小镇啊 体验一下 他们曾经的那种生活方式 因为很多现在历史学家都认为印第安人呢 他是中国的 其实就是蒙古人 或者满人吧 我在博物馆里也看到了 他们那些装束啊 使用的弓箭啊 农业器具啊 都跟中国很相似 他的头饰 他的外形 长相真的跟蒙古人非常相似嘛 考古学家现在说 他们是很多年很多年以前 从北边的白令海峡那边 就是从中国欧亚大陆 白令海峡那边 移民逐渐移民过来的 到了这里来生活 但就是因为他那种原始的生活方式 科技的不进步啊 游牧的生活方式呢 被人家欧洲大陆的移民过来之后 就给 等于是 把他们给兼并了吧 要说是屠杀呢 也不完全正确 因为 他们当年过来的时候呢 就是 还是主要是说 欧洲人带来的一些 流行感冒 把他们 他们没有免疫力 死了很多 再加上就是他参与了 美国独立战争 就是美国人跟英国人之间的 这个独立战争 帮着英国人来镇压美国人 所以后来才遭到了美国人的 报复和清洗 其实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前呢 他们之间就是一些小的摩擦 和局部的战争吧 就类似于 其实那种帮派之间的亵斗啊 打架斗殴啊 抢夺地盘啊 并没有那么大规模的屠杀 不然怎么说吧 觉得这个民族也是一个挺可悲的民族啊 曾经是这片北美这块土地的主人 但是他们好在还遇到了一个 不是那么特别 不像希特勒那么残酷的民族 所以说呢 人口是减少了 但是还得到了土地 作为一个战败的民族 能够得到土地 有一个安心之地也算是不错了吧 好的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